大家好,今天是1月7号星期四 我们今天临时讲一期怀旧话题 也算是有感而发 这个讲的是一部1986年拍摄的 由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老电影 它的名字叫曹莽英雄 这部老电影的主演是夏宗佑先生 现在夏先生已经很大年龄了 不经常出来露面了 有两个年轻一点的主演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一个是现在仍然活跃在舞台上的张国立 还有一个是王姬 这男女两位演员 这部老电影编剧很厉害 是后来在十年 非常岁月里边被封为四条汉子的杨汉生 杨汉生是四川人 他写这段历史 或者说写这么一段戏剧 是为了表现他的家乡四川当年著名的保禄运动 那么一段历史 而且片中的主角罗选青 他的原形跟杨汉生还有一定的渊源 所以杨汉生下笔很快 写这些人物 这些鲜活的形象就在他眼前晃动 他当初写这部戏剧呢 当然也是为了警醒世人 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关键的点 当革命进入到转折关头的时候 谁是我们的朋友 谁是我们的敌人 正如毛泽东所说 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但是这一部老电影 我觉得啊 他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他不光是有历史意义 他还有现实意义 他最大的现实意义 我认为 他就是把严谨地政治历史 说得非常清楚 这种政治博弈 在严谨地的历史上 其实通常表现为 庙堂和江湖之间的互动 用股票市场的话讲 就是大户碾压散户的过程 这个散户不是说 你有个十万八万炒股票 你是散户 你即便是有几十个亿 因为你没有对接庙堂的渠道 你仍然是以散民的形象出现 而巢蟒英雄 用电影里边的一句话 台词来形容就是 起于草莲 灭于草莲 这里边呢 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剧情 要不然有些年轻的朋友 根本不知道 一鱼湖底 到底你这个电影说的是什么 同时我也希望 看完这个节目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这部老电影 我是每隔三年左右 我就重新看一部这个电影 就会有一点新的启示 这个电影里边讲的 这个罗选青 是四川很有代表性的 这种刨歌 歌老汇的领头的 他们呢 一直在蓄意的准备 反对大清朝 准备了很久 而跟朝廷对抗过程当中 他们一开始是处于劣势的 他们手下的一个著名人物 就被当地的官府给拿去了 杀害了 这个时候呢 罗选青他们要报仇 但是沟通罗选青和清朝官府之间的 有一个关键人物 这个人物叫王云露 是清廷的一位知府 他是以和氏佬的形象出现 两边或悉尼 他不希望官府和歌老汇之间 发生激烈的冲突 这样呢 对他这个地方官构成威胁 所以他两边调和 罗选青他们就觉得 王云露这个人 比较值得亲近 于是呢 两家之间关系一直处得非常融洽 后来罗选青他们起誓 自立为王 罗选青号称大帅 然后呢组织军队准备进攻成都 拿下整个四川省 而这王云露呢 就解假 卸假归田 他就是辞官 不干了 然后罗选青看在当日的情分上 专门摆了酒席 请王云露吃一顿饭 给他践行 走到江边的时候 王云露马上要登船了 说了这么一番 非常感慨的话 他说我王某人做官多年 送人没有送上过假板 而大帅你热心热肠 一直把我送到江边 云露有生之年 一定是敏感肺腑 王云露的这一番甜言蜜语 让罗选青完全放冲了警惕 罗选青 这个时候二杆子的这个劲头就上来了 他说你不是说你做官这么多年 没人把你送上假板吗 那么今天本帅就破例 我一定要把你送上假板 结果呢 到底把这王云露送上了船 就在船舱里 王云露事先安排好的伏兵 把这罗选青就给拿下了 然后这船呢 直接就开到成都 把这罗选青就给抓起来了 这个电影我认为最精彩的一个片段 就是在船上已经被伏兵抓捕的 罗选青痛斥王云露 说你居然敢用掏毁之计 来算计本帅 王云露说了一番话 王云露说这叫 墙中置有墙中手 漂亮的旗号 乱民能打 老爷更能打 反对大清朝 我们也是要反对的 毕竟是大势所趋 但是这个果子 落不到你们这些草莽的手中 这样呢 罗选青就被人家给诱补了 张国立演的是一位革命化了的知识分子 他到罗选青的队伍里边呢 就是宣扬一些革命知识 然后他这个人呢 还挺有文化的 感动了一部分人 但是与罗选青这支 潮莽的部队呢 始终是格格不入 所以后来王云露再一次设计 把张国立扮演的这个叫唐宾贤的人 也给诱补到了成都 电影的结尾之处 就是王云露 告诉周围的这几个同僚 说对于罗选青这样的人物 只能黑掉他 不能公开处决 所以暗中放火 把罗选青和唐宾贤给烧死了 罗选青在就义之前说了一句话 潮莽英雄 到底是一群潮莽 这就算是点题了 所以从这部电影里边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这种大历史的洪流当中 每当历史进入到转折关头的时候 确实是有一批起身于草莽的领头人物 他们会揭竿而起 带领大家走向觉醒或者是觉悟 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局限性 他们不了解或者是不熟悉 这个政治上的整体运作 所以他们的这种潮莽的气质 并没有因为原来叫阁老汇的首领 后来改称叫大帅 就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而在庙堂之上的 以王云露为代表的这些老爷们 这些老于世故的官僚们 是特别会钻历史的空子 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一潭死水 甚至是一团和气 但内里却服下了严重的杀迹 一旦有机会 他们就会跳出来 攫取胜利的果实 然后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代表 或者是化身 这部电影 潮莽英雄这部电影 就是极有分寸 恰到好处的 再现了历史上的这一幕 而这一幕应该讲 不是清朝末年独有的 也不是严谨帝历史上独有的 可以讲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一个非常朴素的常识 曹莽英雄是成不了事的 就像我们经常讲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秀才造反固然不成 但是曹莽英雄造反一样也不成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呢 里边的一些对白 比较今天的一些啊 落了熟套的电影 还是别开盛面的 好了 过多的话呢 咱们就不讲了 感谢朋友们上来支持和收看 刚才有位朋友订阅了 温向说党史这个会员频道 希望你呢 再升级一下 因为只有升级到温向说时政 啊这个频道呢 你才能看到时政话题 每天都有更新 我把链接呢 顺势发给你啊 你可以在电脑上自行操作一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